怎么着 你去哪儿了的 我就出去吃了个饭 五百合我在房间 吃饭 您哪儿也不说一遍 我是约人大牌 顺道啊 给你们送点吃的 妹妹呢 她 她吃不去了 你看看 就晚那么一点点 这丫头又不知道 疯哪儿去了 阳台的门关了吗 夏天 你们这个门得关着 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 你们俩女孩啊 这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爸 你去哪儿啊 这卧室的门得开着 通通蒙透透气 锁上了 怎么就锁上了呢 风太大管的 管上了 那怎么办呢 叫我开锁的 不用 爱情有钥匙 回来就打开了 您还有牌局 赶紧走吧 别急 别急 我走 我走 我 等会儿 我再跟你聊一聊 趁你妹妹不在啊 我跟你好好说说 你那小男友的事 坐 我说 你们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没什么程度 我是你亲爹 有什么不好意思不能说的呢 爸 这两天哪 一想到你和沈哲的事 我就睡不着觉 我知道 你们现在这不刚刚开始啊 正是在新鲜热乎的时候 可我就担心啊 这时间一久 这万一以后热度退了 那有个审美疲劳 那她才刚刚多大年纪啊 那到那个时候 她的心思活泛起来 那你怎么办呢 不会吧 我发售 我不会 当然啊 你现在问她 她肯定说不会 再过个三四年 她刚好三十 你都三十三了 这女孩在年龄上不占优势 姐弟恋 姐弟恋 刚开始挺好的 那越往后就越显 我就在想 你和她父母这不还没见面吗 既然你们已经开始了 是不是可以 早点让她父母知道 你也可以早点知道 人家的态度 实在不行啊 那趁早就分了 也没那么难受 我们家开明 当然了 男的孩子都嘴硬 她一直跟你说 我们家开明 那是没碰上 哪个父母都很难开明 我说丫头你说话呀 您这一句一句的 我说什么 分手 我才不 我是把丑话给你说在前头 以后啊 你碰上挫折了 你就明白喽 好啊 我知道了 爸 你赶紧走吧 再下雨天 你不是还有孩子吗 我不是懂你的跟着 行行行 我走我走我走 终于走了 这 又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我有房间的备用钥匙 什么 有备用钥匙 爸 有备用钥匙 来 来 来 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 出去要关窗要关窗 你看这外头还下着雨呢 都淋进来了 你看看丫头 看这边 看这边 你丫头 好了 好了 走了 行了 爸 你往哪儿去啊 我跟你说啊 这衣帽尖纳也得打开喽 通风透气 要不然哪儿 这些衣服都得捂着喽 把帘子打开 爸 你再不走老兄弟真等起了 真是 行行行行 我走 走还不行吗 我爸走了 我爸走了 我出去吧 今晚再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别担心啊 小爱她没什么事 就是上学的东西找不到了 帮她找了一下 这么晚了 您快睡吧 我现在在公司得说一点事情 那先不说了啊 她有喜欢的人吗 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她是个不吃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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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先出去了啊 你妈来上海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住院了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选择她卖住院了 我去看一眼啊 嗯 喂 我到了 在楼下等你呢 我马上就下了 走吧 走吧 嗯 谢谢 谢谢 你好 帮理一下入住 你好 请出示下您的证件 你好 好的 好的 爱女士 这是您预定的一间大床房 不对啊 我订了两间房 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吧 好的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系统显示 您在预定平台定了两间房 但由于今天房源比较紧张 平台给您发过短信 说只有一间房了 不好意思 那我可能没注意看信息 那 小姐 你们还住吗 住 好的 这是你们的房卡 房间还在打扫 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进房间休息了 谢谢 不客气 对 一个小时 那边有个湖 环境特别好 你就走走 对